怎麼撥都沒有頭皮屑的感覺 哈囉大家好,我是智圓 這是一個美髮頻道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可以訂閱一下 如果還沒追蹤我的IG,趕快追蹤我的IG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正確洗頭 其實我一直在想 洗頭到底有什麼好教的 但是真的有人問我 所以我就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洗頭之前要先跟大家說 請先選對你的洗髮精 然後給大家看我的頭 我就是那種 出油的吧 然後我這裡都會有頭皮屑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這裡有頭皮屑 所以如果我穿黑色衣服 我很容易就是雪花紛飛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選對洗髮精還蠻重要 如果我選那種滋潤度太高的 或者是太滋養的 我就會變得很塌很油 然後皮屑無法改善 然後我們今天要順便跟大家介紹一款洗髮精 這是我們公司新進的洗髮精 這個他沒有付我錢 但是我真的覺得他們洗髮精就是amaze 就是洗完之後我真的覺得 怎麼這麼好用啊 這個牌子叫Juliat 我們Salon現在有賣了 然後他在百貨公司也有賣 他是台灣製造的洗髮精 然後給大家看他的外面花紋 你看他這個是不是有雪 然後一個頭 他這個雪就代表 他是去穴的洗髮精 因為頭皮穴就像雪花紛飛 每一罐洗髮精設計的LOGO 都是根據你頭皮的狀況 用一種很有趣的示意很藝術感 然後他就是洗完之後就不會有這些雪片 然後我今天使用的洗髮精是 去穴止癢氨基酸洗髮精 那我們平常洗頭髮的話 你的頭髮可能都跟我一樣 那第一件事就是先把頭髮沖濕 先把頭髮淋濕吧 今天交完之後 請大家以後都正確洗頭 好了我現在頭髮已經淋濕了狀況 然後我就要用我新的洗髮精 這一罐是新的 我之前其實是洗過他們的試用品 然後我覺得天啊太好用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那種感覺就是 控油啊去穴洗髮精洗完頭髮要不乾很難 這一罐就是洗完之後頭髮就不會感覺乾燥 它又不是含細菱的 我覺得很神奇 那我也不是說含細菱的洗髮精不好 因為細菱其實是有分非常多種成分的 大家先不要污蔑細菱洗髮精 其實大部分非常多的保養品跟洗髮精 都有含細菱 只是那個細菱的等級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個人是沒有很排斥細菱的洗髮精啊 含細菱跟不含細菱 我沒有覺得不含細菱就是好 應該是它的成分的問題 如果不含細菱就是好 那大家就用肥皂洗頭就好啦 好廢話不想跟你們講那麼多 總之我就會先用洗髮精 然後我用洗髮精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液態的洗髮精的 那如果你是一個比較乳狀的 我會建議先推開 那液態的我也會先推開 就是我會先稍微這樣推開 不要讓一坨直接往頭皮下去 然後像這樣 先平均的抹在頭髮上 然後因為我頭髮很油嘛 我們可以先這樣往頭皮搓 大概10到15秒 第一次洗頭髮就先沖掉 如果你預算沒有那麼高 你又想用很好的洗髮精 第一次你可以用比較普通的洗髮精 通常第一次洗頭髮都是為了 第一去除頭皮的油脂 第二去除頭髮上的灰塵 所以這個時候泡泡會沒那麼好起 當然也是我頭太油啦 好啦我先沖掉囉 沖濕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第二次洗髮 然後洗髮精的用量 基本上看你的頭髮狀況 因為我現在用的就是比較頭皮的洗髮精嘛 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用比較頭皮的洗髮精 我還滿建議你就是 重點就是洗頭皮耶 洗頭皮的時候盡量用指腹 千萬不要用指甲去抓你的頭皮會受傷 那洗頭髮的話 一開始你可以從兩側先開始洗 好現在就洗給大家看 用指腹然後就這樣交錯 然後往後 然後後面也是 有沒有看到其實我都是兩根手指頭這樣一直交叉 如果你中間比較癢 就這樣 你可以稍微用一點點力 但是都是用指腹就可以了 有點像西瓜的痕跡嘛 那我們就是繞著西瓜切遠 然後換手 那我個人洗頭其實也不會洗太久啦 大概兩圈我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不會過度的按摩 因為我是出油的頭皮 我覺得按摩會讓頭皮快速的分泌油脂 我就會稍微這樣搓一下 好囉這樣就洗完了 其實就是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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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我很平均的都在每一個地方洗完了 那這關洗髮精 它是跟我說洗完頭就不會臭 不會有頭氣味 好啦其實我頭也沒有很臭 所以我不在意這個 那周圍邊緣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這樣帶一下 邊邊 然後千萬 你看我沒有很在意我的頭髮 就是因為這是洗頭皮的洗髮精 那當然這個泡泡也會帶到頭髮 如果你今天是一位女生 那你的頭髮很長 頭髮很乾 頭皮很油 我會蠻建議你先用這樣洗頭皮 然後把髮尾往後放 你就沾到身體吧 總之就不要太在意頭髮 你就洗頭皮 洗完之後沖掉 然後再用一個護色 或者是護髮用的洗髮精 稍微搓一下的時候 帶一下 然後洗髮尾 把頭髮搓乾淨 但因為我現在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長頭髮的時候會用到 那我現在就是男生的洗髮 關鍵一 不要用指甲 第二 不要過度的按摩 然後第三 左右交叉 把整個頭刷乾淨 再來 沖乾淨 好嘞 我現在已經把頭髮就是沖乾淨了 那通常沖水的時候 我不建議大家用過熱的水沖 因為太熱的水 它也會刺激你的頭皮 如果你的頭皮是容易出油的人的話 可能又會很快就出油了 總之洗頭髮其實不用非常花時間 大概就是我講的那樣 那如果你有留指甲比較長的人 盡量平平的這樣說囉 然後我剛才就是把頭髮稍微擦乾一點 我要吹頭髮給大家看 就是要怎麼樣吹才是對的 你看 我頭髮我漂過耶 然後我都沒有用護髮 我就這樣洗完 就是很厲害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可以就是不乾 我真的洗過非常多種洗髮精 下一次我要跟我同事開箱 我們就是用過的各種洗髮精 跟大家分享哪些洗髮精是好用的 而且我們真的覺得很棒 現在這個真的是我心中No.1 就是No.1 那我們現在就把頭髮稍微用順之後 回到你頭髮正確的位置 就先把頭皮吹乾 吹頭髮的時候吹風機的風 盡量不要離頭皮非常的近 這樣子會比較好 如果你希望頭髮蓬鬆的話 你可以邊吹然後邊用手撥 一般來說這樣就是頭皮乾了 那如果你真的很懶 你可以吹到這樣就好 但是這樣你千萬不要去睡覺 通常這個濕度的狀況 你睡醒就是 啪 什麼雷打到吧 所以最後我們就順著把它吹乾吧 順著你想要的髮型方向 如果你想要旁分的 你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旁分了 大家有發現就是我吹頭髮的時候 我會一直把頭髮這樣撩起來 然後有時候會打開 這樣順著吹 因為這樣受溫比較平均以外 頭髮也會比較蓬鬆 我通常都會吹到這樣 沒有到超級乾 如果我要造型 我就會吹到超級乾 那我現在吹完我頭皮也不會感覺很熱 因為我風不會離得很近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說 在髮廊洗完頭髮之後 為什麼都會比較不出油或者是比較香 我個人會覺得 跟洗頭髮的方式有一點關係 那今天學會了 你就OK了 第二大概就是跟洗髮精的選擇 再來就是 吹頭髮大概就是我這樣子吧 好啦 希望你們今天都能學會正確的洗頭 我知道這個很簡單 但你也務必學會 千萬不要再用錯誤的方式洗頭 還有如果你的頭皮真的很癢 請你用指腹稍微用力一點 千萬不要用指甲 因為這樣是會產生傷口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洗髮精 或你有興趣 你可以來愛的問我 還是你來優卡買 不然你也可以去星光三月找啦 總之我是覺得這還蠻不錯 只是它的系列分的很多種 那我現在只用過一兩種 它系列就是每一種頭皮狀況都有的 反正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棒的牌子 沒有特別的業配幹嘛 我只是發自內心的介紹 因為 我很適合 你們應該能理解那種害怕掉頭髮 然後頭皮會出油 又有頭皮屑的人 躲在一起髮型髮 如果你有其他問題跟想法的話 你可以在留言處跟我說 今天就到這裡吧 我是你的髮型師志遠 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